哈喽大家好,我是庄野,很高兴又见面了 今天咱们继续讲《庄野杂谈加拿大》系列节目 之前咱们聊蒙特利尔的历史故事了 我怎么感觉人气好像不怎么高啊 我看油管上我上集视频的播放量 只有我的热门视频的一半都不到了 反而是国内的视频平台上表现还不错 这倒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因为我自己觉得前面这几集讲的还不错 评分还算挺高 趣味性很强 而且我自我感觉我讲故事的水平也是大有提高 我猜播放量不高的原因大概是因为这些历史故事 跟大家的现实生活离得比较远 所以说大家没什么兴趣 其实我倒是建议您要是有时间还是看一看 您就当听评书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浏览量不大也没关系 我相信关于加拿大这些美丽的城市的历史故事 还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只要我自己耐得住寂寞好好地讲故事 等着一个做精品的态度把自己的节目再进一步的精雕细琢 我相信未来还是会越来越好的 ok 咱们开始正文 上集结束的时候呢 我把这个蒙特利尔的历史 从1791年上下加拿大分开之后 到20世纪之前的部分呢 这100年的历史啊 我一嘴带过了 有不少观众私下里跟我说 要不庄严你还是简单说一说吧 你说谁还有时间回去复习你之前做的节目呢 我回头再一想呢 说的也对了 要不这样吧 今天呢咱们一开头呢 我还是给您简单顺一下 从1800年一直到1900年这之间这100年发生的事情 我给您简单过一遍啊 咱们快点说 同时呢也是帮您复习一下 上集咱们不是说到1791年上下加拿大分开了吗 这英语和法译相互之间脱离的接触 英语法译相当于分家过日子了 你看现在那个加拿大第一大都市多伦多 也是那个时候横空出世啊 从那个时候开始 这多伦多和蒙特利尔呢 这两个城市就开始了正式的城市大比拼 而且这两个城市呢 他们也深度参与了当时北美大陆的所有的重大的历史事件 首先第一件大事就是1812年的战争 之前咱们讲过啊 也就是美国人口中的所谓的第二次独立战争 蒙特利尔呢在这场战争中没有遭受什么太大的损失 因为美国人呢他愣是没有打过去啊 而他的竞争者多伦多 那个时候这个城市还不叫多伦多啊 叫约克镇 不过论规模来说呢 那个1812年时候的约克镇呢 也就是一个强宝中的小婴儿 结果这么一个小婴儿却惨遭美军焚毁啊 这就是发生在1813年4月27日的火烧约克镇事件 关于这场战争的前因后果呢 我在咱们庄业杂谈加拿大第41到45集 这五集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解读啊 所以说您要是有时间呢 我推荐您还是回去看一下啊 为了做这五集的内容呢 我其实也是查了不少资料啊 非常尽心 而且您看您要是在百度百科里面啊 您要是搜索那个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 这么几个字 您就可以在百度百科的首页里面 可以看到我其中的两集视频 就是我庄业杂谈加拿大第43和第44集 被百度百科给收录了啊 这是第一件大事 1812年战争 第二件大事呢 就是1837年 这个上下加拿大呢 同时发生叛乱 但是这次叛乱呢 并没有像之前的那个北美十三州的叛乱那样 搞到不可熟视啊 这英国殖民当局呢 是迅速果断的平息了这次叛乱 叛乱之后呢 英国当局呢就直接出台了那个1840年的联合法案 就把上下加拿大又合并在一起了 成为一个统一的加拿大联合省 而实际上您看呢 这次合并啊 更多是为了惩戒那些法裔加拿大人民 为什么 你看呢 这个把加拿大的这个联合省的新首府呢 它设在了英军的军事基地Kingston 这个城市是远离法裔的人口中心嘛 所以说你看把首府放在这呢 就是为了让你们法裔呢头脑冷静一下 结果呢 后来头脑冷静下来呢 是英国当局 他也觉得这个首府放在Kingston呢 不太合适啊 后来又做了个妥协 在1844年 加拿大联合省的首府呢 又被搬回到蒙特利尔 搬到那个法裔的窝里面去了 这一下子呢 这个蒙特利尔的人民呢 那可高兴坏了呀 这可是历史上头一遭啊 这蒙特利尔呢 也居然成为首都了 太开心了 可是这个蒙特利尔的首都地位呢 还没做热火就出事了 那就是1849年4月25日的 加拿大历史上著名的蒙特利尔暴动事件 那是那个魁省刚上台的责任制内阁嘛 鲍德温和拉方丹政府 他俩捅出来的娄子 他们不是在1849年通过了一部 《叛乱损失法案》嘛 这部法案呢 要给那些法裔加拿大人啊 在1837年的叛乱中所遭受的损失 来进行赔偿 结果这个法案呢 就惹起了那些英译暴徒们的不满 后来在1849年的4月25日 数千英译的暴徒们 在这个蒙特利尔集会游行 游行示威啊 光示威呢还不过瘾 他们就把这个政府的议会大厦给点着了 这叫火烧议会大厦呀 烧了议会大厦之后呢 这帮愤青还不过瘾 后来又跑到那个省长拉方丹 他们家里去打砸抢 还好了 这帮家伙还算有点理智了 只是打砸抢 没有把人家房子给点着啊 就是把拉方丹呢 珍藏了多年的好葡萄酒呢 都给喝掉了 后来呢 所谓有得必有失嘛 你既然过了一把 收别人家房子的饮呢 你就得付出一定代价 就在骚乱发生过后不到一个月 英国政府呢 就决定啊 把这个加拿大联合省的首府 搬离蒙特利尔 你看这个可怜的蒙特利尔啊 才当了五年的首府啊 这个首府的地位呢 就被拿掉了 一直到今天 这个蒙特利尔呢 他再也没有成为 加拿大的政治中心 谁让你们蒙特利尔人民 当初头脑不冷静 在1849年搞了一个暴乱呢 这就是惩罚 不过说实话啊 这蒙特利尔的法裔们呢 有点冤啊 你想吧 烧议会大厦的 都是一帮英裔的暴徒啊 法裔们实际上属于那个受害者背锅侠呀 不过呢 他们冤也没有用了 这个加拿大联合省的首府呢 就从这个蒙特利尔搬走了 搬哪去了呢 来来回回的呢 在这个魁北克城和多伦多 这两个城市之间折腾了好几回呀 最终在1866年 被定在沃泰华了 因为这个沃泰华呢 它距离美加边境比较远 所以说比较安全嘛 不容易遭到美国的攻击 另外这个沃泰华呢 它是位于 加拿大的法语区和英语区的交界处 可以说是一碗水端平啊 这样来说 英语和法语都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说白了呢 这就是一个政治妥协的结果 不过呢 您别看这个加拿大联合省的首府呢 在1849年之后 被搬离了蒙特利尔 但是 这对蒙特利尔来说 其实是好事 咱们常说嘛 塞翁失马 燕之非福嘛 远离了政治 这个蒙特利尔呢 他反而有机会 专心搞起了经济 而蒙特利尔要是搞起经济来说 他有很多得天独厚的好处啊 你想啊 因为他作为一个英法人口 各占一半的 这个英法势力的交界地带 那文化非常多元了 加上他那块的人口又多嘛 再加上没有政治因素的各种干扰 于是呢 这蒙特利尔一下子就焕发了 无与伦比的 非常蓬勃的这个经济潜力啊 哎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 蒙特利尔的黄金时期啊 你看就是从1849年叛乱之后的1850年开始的 这蒙特利尔呢 把这个首都给搬走了 但是呢 却反而迎来了一个经济和人口的大发展 你看到1860年 这个蒙特利尔呢 他从人口和地盘上来算 已经是英属北美最大的城市了 把离他不远的那个多伦多呢 那甩开三条街都不止啊 但是您注意啊 我只是说 蒙特利尔是英属北美内的最大城市 就是说呀 在加拿大境内来比啊 它是最大 但是要比起那个时代的北美大陆上的大都市 那蒙特利尔呢 还是不行 您比如说当时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 它在1850年的时候 光那个纽约的曼哈顿地区这么一小块 人口呢 就到50万了 是当时蒙特利尔人口的10倍啊 不过虽说比不上纽约了 但是呢 蒙特利尔呢 也非常拉风了 大城市慢慢的起步了 就是因为后来呢 遇到了很多机遇 第一个机遇 就是后来的那个美国的南北战争 这个南北战争一爆发 武器贸易瞬间被激活呀 而这个蒙特利尔呢 立刻就成为北美大陆上 与英国和法国 直接相连的北美的主要的内陆港口 你看呢 在这个南北战争期间呢 北军呢 主要是从法国进口武器嘛 南军呢 他主要是从英国进口武器 这一下子呢 这蒙特利尔呢 立刻就发了呀 另外你想吧 你要是做武器贸易的话 你不得学会修理吗 你不得需要组装武器吗 你不得需要偶尔生产一下武器吗 所以说无心插柳嘛 这个武器贸易呢 迅速的给蒙特利尔带来了难能可贵的工业化的大跃进 再加上蒙特利尔的人口也多 乌央乌央的一大帮流 原来只知道种地的 附近苦哈哈的这个法医农民们 这一下子好了 纷纷进城当起了工人 而且呢 这些人成为产业工人的成本很低啊 加拿大这边呢 跟南边的美国还不太一样 南边的美国呢 它有黑奴问题啊 黑奴您知道了 要想让黑奴成为产业工人 你必须得买他的自由嘛 所以说这里面成本很高 而加拿大的法医这边呢 这帮农民呢 放下锄头就是工人啊 可以说一点门槛都没有 除了本地的法医之外呢 蒙特利尔呢 还吸引了很多来自欧洲的意大利啊 东欧啊那些地方的移民 你看这又有人又有工业 又有这个南北战争时期 北美洲非常难得的和平环境 你是呢 你看这大批大批的来自欧洲和美洲各地的这个各种热钱啊 各种投资啊 纷纷的涌入蒙特利尔啊 就这样啊 这蒙特利尔啊 就跟坐上了高铁一样啊 是忽忽悠悠的音乐登上了英属北美最大最红最发达的城市的宝座呀 后来1867年 加拿大独立之后呢 这蒙特利尔呢 更是被刚成立的加拿大联邦啊 捧成香波波啊 你看 同样都是美加边境城市 那个时候多伦多呢 就混得不像个人样 而那个蒙特利尔呢 他作为加拿大第一大都市 却收获了大量的投资和人气的关注啊 你想什么铁路啊 电缆啊 什么深水港啊 反正是什么先进就来什么 后来到了1880年啊 这个蒙特利尔呢 他的人口呢 是迅速增长到20万 而离他不远的那个多伦多呢 还不到9万呢 差二倍啊 你看 这两个城市的差距呢 被进一步拉大了 可以说 那个时候的蒙特利尔呢 这太拉风了 已经是加拿大无可争议的经济和文化中心 蒙特利尔的这种快速的经济增长 是一直持续到一战之后的1929年那个大萧条时期 这才稍微放缓 你看 他从1860年代开始到1930年 这持续了将近70年的经济大跃进 这就是加拿大的历史学家们眼中所谓的蒙特利尔的黄金时代 在这个黄金时代的前30年间 蒙特利尔呢 人口翻了3.5倍啊 达到20万 到了黄金时代末期的1921年 数据显示呢 这个蒙特利尔的人口呢 已经达到62万了 就是说呀 从黄金时代中期的1880年开始算 又过了40年 蒙特利尔的人口呢 又翻了3倍 所以说你看 这蒙特利尔的发展实在是非常迅速啊 现在呢 您在蒙特利尔能够看到现在这么现代化的样子呢 可以说他经历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黄金时代 这70年 这就让蒙特利尔从一个中世纪的城市 直接变成了现代化都市 另外呢 还有一个时期了 那就是从1960年到1970年这10年间 因为魁省发生了那个寂静革命嘛 不过这个第二阶段寂静革命呢 咱们后面再说啊 先回到这个黄金时代啊 别看是黄金时代 但是蒙特利尔的发展呢 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也有坎坷的时候了 不过所谓的坎坷呢 主要是指政治方面 就是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啊 以及一战时期在魁省发生的所谓的 1917年的征兵危机事件 咱们之前说过这个话题啊 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啊 英国不是在1914年的8月4日正式加入战团吗 而这个加拿大呢 它作为一个英国的北美领地 那是自动参战的 既然你参战了 那就你需要征兵是吧 虽然加拿大的其他英语省份 对征兵这事呢 态度都是很积极正面的 全力支持嘛 但是在魁省呢 同样还是征兵这件事 在法裔人民心中呢 就跟吃了苍蝇样难受啊 欧洲打起来了 我们加拿大的法裔 凭什么去给你们英国宗主国去送死啊 你看 于是呢 这帮法裔们呢 就各种不配合呀 各种抗议啊 于是在1917年 在蒙特利尔呢 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征兵集会 虽说这个反征兵集会 当时并没有引起大规模的社会混乱 毕竟那个时候双方还没有撕破脸嘛 而且最后呢 这个魁省的法裔社区呢 还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派遣了 大约有六千名志愿者去欧洲参加一战嘛 而且这个法裔人民在战斗中呢 也是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啊 可是从这个1917年的征兵危机开始 就凸显了这个英译和法裔之间的矛盾和分歧 于是呢 一部分法裔呢 心中就开始萌发出那种要改变的想法 这件事呢 也是日后呢 给加拿大带来百年头疼的这个 魁独运动的起始年份 但是前面这个征兵危机呢 他只是政治层面的一个小小的波澜呢 但是在经济层面呢 这个蒙特利尔呢 他是继续繁荣啊 一战的战火 因为他没有烧到加拿大嘛 而且加拿大在战争期间呢 他作为英国的大后方呢 他继续吸引着来自很多欧洲的这个贸易订单和投资 于是呢 这个蒙特利尔的人民呢 还继续闷声发大财呀 等那个一战结束之后啊 美国那边呢 又搞了一个禁酒运动 结果是呼拉操一下的这个魁省呢 立刻就成为了北美的酒业中心 尤其是这个蒙特利尔 首当其冲 立刻就成为南边的这帮美国人呢 寻找酒精的最佳目的地啊 于是您看吧 这一大帮美国人呢 是乌央乌央的 全往北边跑啊 跑到蒙特利尔去经营那些 跟酒精相关的产业 你比如说那个倒腾酒的 生产酒的 但是呢 大部分美国人呢 都是来喝酒 你看这一天到晚 这蒙特利尔街头 全都是喝得醉醺醺的美国老爷们啊 酒这个东西呢 您知道了 俗话说嘛 小酌宜情大饮伤身嘛 喝高的呢 就容易酒后乱性嘛 这一乱性呢 就有其他方面的娱乐的需求嘛 哎 您懂的啊 这就间接刺激到了这个蒙特利尔的娱乐产业迅速发展起来 像什么毒品啊 赌博啊 这些相关产业呢 就闻着味全都来了 你看那个蒙特利尔政府看在眼里是喜上心头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呀 于是呢 这个蒙特利尔啊 当之无愧的 迅速成为一战之后的北美第一花花世界 不是咱们经常管蒙特利尔叫那个北美小巴黎吗 这个又拉风 又隐隐着带着一点暧昧的这个绰号呢 也是那个时候开始叫起来的 但是您别看这个北美小巴黎 这个名字听着这么浪漫呢 但是这个名字背后呢 其实也是孕育着无数的罪恶和暴力犯罪 所以说呢 这个蒙特利尔呢 当时也被称为罪恶之城啊 后来这个美国的禁酒运动一直持续了13年 给美国造成了很大的社会问题 你看现在这个美国那些黑帮电影 就是说1972年的教父 1984年的美国往事 这些都反映了那个时期 就是禁酒时期 黑帮们是如何做大做强的故事 简单来说吧 一开始呢 就是有一帮家伙呢 卖私酒 后来呢 你知道了卖私酒 因为它是地下生意嘛 于是呢 黑帮就出来了 这黑帮势力呢 是越做越大呀 后来在1933年的12月5日 美国的禁酒令呢 被废除了 发财的路子被卡断了之后呢 这帮黑帮呢 就开始转行啊 一个个呢 都去搞贩毒了 所以说你看 这个禁酒运动 对美国的影响 是一直持续到今天呢 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啊 这个美国人搞的禁酒运动啊 其实对加拿大 尤其是蒙特利尔的影响也是非常大 您看现在这个蒙特利尔的娱乐产业 为什么这么发达 为什么蒙特利尔拥有加拿大最大的红灯区 听到这呢 您就明白了 不过呢 虽说美国的禁酒运动啊 给蒙特利尔带来的娱乐业的高潮期 一直持续到1933年 可是呢 这个蒙特利尔的黄金时期 实际上到1930年就结束了 这主要是因为啊 从1930年到1933年 北美就开始了那个历史上著名的 经济大萧条时期 英语叫Great Depression 这场经济大萧条 实际上就是从美国的金融海啸开始发起的 现在的经济历史学家们 经常把这个大萧条的开始时间 定位在1929年的10月29日 美国股市的突然崩盘 10月29日那天是星期二啊 有个绰号叫黑色星期二 实际上啊 这个美国股市的突然崩盘啊 它并不是在星期二开始的 它实际上是在上一个星期的星期四 也就是1929年的10月24日就开始了 你看 从星期四到星期五 再到接下来的星期一星期二 四天 连着四个惨跌啊 他们都有一个外号 叫黑色星期四 黑色星期五 黑色星期一 黑色星期二 都是黑色的 不过呢 这个华尔街股市的黑色四连跌 只是一个经济崩溃的开始 美国呢 后来又接连遭受到房地产崩盘的打击 所谓乌漏偏逢连夜雨嘛 后来在1930年 美国中部的农业心脏地带又来了一场大旱呢 再看这个美国的股民们老百姓呢 这心态呢 就彻底崩了 就是你看吧 这美国的股市呢 是跌跌不休 惨不忍睹啊 一泄千里啊 一直跌了两年 那个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在1932年7月8日 跌到20世纪历史记录上的最低点呢 一直到20多年之后的1954年的11月23日 这道指呢 才重新回到1929年前的水平 你看看跌了多少年 因此说呀 1929年这个大萧条 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 也是最为严重的股灾 没有之一 一直到1933年初 这美国的经济呢 才开始复苏 所以说呢 股市有风险 投资续谨慎 现在咱们经常说你什么 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是吧 这要是发生在1929年呢 跳楼的全是会理财的 而且这次股灾呢 它打击的可不仅仅是美国呀 你可别忘了 美国在1930年代 那可是全球经济的火车头啊 它一打哆嗦 全世界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都受到了牵连 尤其是加拿大 为什么 因为加拿大的经济呢 它过度依赖美国和英国 这一下子呢 这加拿大呢 一下子就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二大受灾国 仅次于美国 你在看那个时候 加拿大的这几个大都市啊 什么多伦多呀 什么蒙特利尔啊 什么温哥华呀 没一个躲得过去的 那大街上一天到晚呢 是挤满了排长队领取食物和救济的这个失业工人 还有吃不上饭的穷人们 到处都是罢工啊 示威啊 骚乱啊 暴动啊 你看吧 整个加拿大当时都陷入了混乱 所以说可怜的加拿大呀 一直到1939年的二战爆发 整整用了十年时间 加拿大的经济才恢复到1929年大萧条之前的水平 可是你再看人家南边的美国呀 人家采用了三年呢 到了1933年人家就恢复过来了 所以说不得不说嘛 人比人气死人 国比国气死国嘛 整个1930年代 这十年呢 在加拿大历史上 还有一个名字啊 叫做肮脏的三十年代 3030s 当时那个加拿大总理啊 就是那位保守党的Bennett 他在这场大萧条中 这个时期 他所推行的各种应对措施 可以说是全部都彻底失败呀 你看我看那个加拿大麦克林杂志啊 他不是有一个总理的排名吗 在加拿大的较长任期的总理 排名中 这位Bennett呢 他名列倒数第一啊 甚至低于那个 在任内开始实施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的 那个加拿大第二任总理 亚历山大麦肯齐嘛 所以说他排倒数第一 你说这个Bennett 实在是这个生不逢时啊 不过呢 加拿大在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 混得这么惨 这其实也给加拿大政府呢 敲响了一记警钟啊 这对后世的加拿大的经济呢 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哎 你看为什么现在这个加拿大的经济跟美国这么不一样呢 您估计呢 也有感觉啊 你看加拿大的各级政府他们所控制的资金和企业 就是咱们常说的那个国有企业啊 它在加拿大的整个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 远远的要比美国更加积极更加重要 还有啊 为什么说加拿大有这么多的联邦级别和省级的各种各样的福利政策 其实呢 追根溯源都可以在20世纪30年代的这场大萧条中找到答案 不过呢 咱们经常说嘛 道路是曲折的 前途是光明的 虽说经历了十年的大萧条 但是加拿大呢 还是在二战时期 依靠着稳定的和平环境以及强大的军工产业 迅速恢复了经济 恢复了生机 到战后的1951年 这个蒙特利尔的人口呢 就已经超越了100万呢 那个时候呢 一说到加拿大的所有的这些大城市啊 按照地位排名 挂在嘴边的就只有两个 或者说是 加拿大的两个首都啊 一个是政治首都渥太华 另外一个就是经济首都蒙特利尔 这蒙特利尔人民心中这个美 但是呢 蒙特利尔人民呢 没有想到的是 离他不远的这个多伦多啊 这个多年以来 一直排在蒙特利尔之后的 加拿大第二大都市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 就悄悄的开始崛起了 而事实上呢 多伦多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交易量啊 在20世纪的40年代 就已经超过了 蒙特利尔的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量 可以说多伦多这个城市是厚劲十足啊 尤其是在1959年开通的 那个圣劳伦斯航道啊 你看这个图 这个圣劳伦斯航道就在这啊 您看到这个圣劳伦斯航道的巨大意义了吗 要是没有这个通道啊 这五大湖之间的航运是断的 有了这个航道 这五大湖呢 一下子就被打通了 结果这样一来呢 大部分去美国的船 压根就不需要在蒙特利尔卸货下船了 于是呢 这个蒙特利尔作为港口的重要性 立刻被降低了 反而是距离美加边境更近的 这个多伦多更加受到重视 实际上啊 正是从20世纪的50年代开始 多伦多就开始挑战蒙特利尔 作为加拿大的经济首都的地位 你看呢 就是因为这个航道的开通啊 加拿大的很多企业呢 也开始慢慢的从蒙特利尔呢 搬到多伦多地区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这个蒙特利尔在加拿大内部的经济主导地位 就开始缓慢下降 不过呢 咱们经常说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这蒙特利尔的人民呢 并没有意识到危机的到来 相反 蒙特利尔在60年代呢 却还迎来了历史上的另外一个高光时刻 那就是从1960年到1970年这时间间 魁省发生的寂静革命 1960年的6月 以那个让勒萨热为首的魁贝克自由党 以改革为口号 在政坛崛起 在让勒萨热内阁中 有非常多思想非常开放 非常先进的这个内阁成员 包括后来那个魁人党的创始人 瑞内勒维斯克嘛 他在让勒萨热内阁中担任水利和自然资源部的部长 你别看勒维斯克 后来搞这个魁独搞得风生水起的 但是在寂静革命刚开始的前几年中呢 这个人是让勒萨热的左膀右臂啊 可以说整个魁贝克在这帮改革派的手下 大刀阔斧的是大步前行啊 这蒙特利尔呢 也趁着寂静革命的这股春风啊 经济持续增长 大搞基建啊 什么摩天大楼啊 高速公路啊 什么蒙特利尔地铁啊 纷纷上马呀 这就使得蒙特利尔迅速跻身世界级的一流大都市的行列 而且呢 这个蒙特利尔呢 他还在1967年举办了名垂青史的1967年世界博览会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六七世博会嘛 这个六七世博会的成功举办 使得蒙特利尔的这个世界声誉呢 迅速达到了巅峰 随着那个世博会的召开呢 蒙特利尔市中心的两个小岛 外加一个港口的城区被修饰的是焕然一新 他们分别是那个圣母院岛 圣海伦岛还有那个阿弗尔城 这片小区域呢 也是当年世博会期间蒙特利尔最漂亮的地方 一直到现在了 虽说当年很多漂亮的场馆呢 都已经被拆除了 或者改建成其他的用途了 但是呢 这片区域一直到现在 都一直是蒙特利尔人民休闲度假的后花园 那每年依然吸引着大批的游客 不过呢 咱们虽然说六七世博会是蒙特利尔的高光时刻 但是这里面也有很多不和谐的杂音呢 就在这届世博会上 受到邀请的那个夏尔代高乐 大概是因为年老昏溃的原因呢 竟然喊出来一句奎独的口号 自由的魁北克万岁 结果呢 直接引发了加拿大和法国的 长达40年的外交紧张关系 而且呢 正是因为夏尔代高乐的这次挑唆 本来不温不火的奎独分离主义势力 一下子就有了后台的主心骨啊 星星之火被戴高乐这么来了一个火上浇油啊 这火苗子吞了一下就烧了起来 这帮奎独分子们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啊 就开始闹腾起来了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面 这个奎独的极端主义分子们呢 是不断搞事儿 而且是越搞越大 在1968年 那位让勒萨热内阁中的水电资源部部长 瑞内勒维斯克 创建了奎人党 后来在1970年 魁北克解放阵线的一帮奋青们呢 在奎省搞出来一场 差点让那个皮埃尔特鲁多 政治生涯毁于一旦的那个十月危机 直接就给这个大跨步前行的 奎省的寂静革命呢 踩下了刹车呀 这个蒙特利尔呢 当时正处于一个 往前跑得这么欢式的这么一个状态啊 突然一个刹车 把蒙特利尔卡的是一个连去 差点翻车 接下来的几年呢 你就看这帮奎独分子们 是闹得越闹越欢式 你看这个1976年 奎人党在省选中上台 结果接下来的1977年 他们就推出了101法案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法语宪章 把法语的地位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让法语成为魁伟克的唯一的官方语言 而且还不仅这样啊 他们还设立语言警察呀 这帮天下最奇葩的警察呢 一天到晚不干正事了 在街上瞎晃荡啊 看到哪个店铺挂招牌的时候呢 不写法语 或者说标盘上 法语的位置呢 没有占主要位置 立马这帮人就上去开罚单呢 轻则罚款 重则拘押呀 所有的这些极端行为 直接造成了魁省大量的这个英语人才的外流 其中呢 有不少高技能的人才了 全都跑到美国或者其他的英语省分去了 其中这些人最主要的外流的目的地呢 就是多伦多呀 除了人才外逃之外 企业和资金也都纷纷的往外跑啊 先后有150多家跨国公司 是争先恐后的撤离蒙特利尔啊 很多知名的大企业 您比如说那个Sun Life Air Canada 还有那个蒙特利尔银行 他们都纷纷的把总部搬往政治上更加稳定的那个多伦多 伴随着企业外迁的 还有无数的就业岗位和工作机会啊 这一下子全都没了 还有啊 近十万名说英语的企业雇员们 也都跟着公司走了 而且呢 这些人呢 大多数都是工商界的精英啊 他们手里掌握着企业运营所需要的各种关键讯息和技术啊 你看 就这样 这场资本大撤离啊 直接就把蒙特利尔拉下神坛 把多伦多一下子推上了加拿大最发达城市的宝座 听到这呢 估计很多观众朋友们呢 都会满腔愤懵的责怪啊 这群窥独分子们 都是你们这帮脑残的家伙啊 都是你们拖后腿闹的 生生把我手里这个一手王炸 四个二的好牌打了个戏烂呢 你看呢 本来我们蒙特利尔是一个多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一个国际一流大都市啊 比肩纽约不让巴黎啊 现在混成这个鸟样子 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 哎呀 魁独分子们呢 我不整死你们我都不解恨啊 打住啊 消消气啊 其实蒙特利尔衰落这件事呢 你要是全让魁独分子们背锅 其实也有点冤啊 我之前查了不少资料啊 很多专家呢 对此发表了非常有意思的见解 当然了 魁独搞事情没错啊 这绝对是蒙特利尔衰落的原因之一 但是呢 其中还有好几个其他的原因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加拿大政府呢 他一直是想保持一个健康而且安全的国民经济 不可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嘛 你看呢 在1900年的时候呢 这个加拿大整个GDP的50%以上 都是源自这个蒙特利尔 而那个时候加拿大70%的制造业都在蒙特利尔的周边地区 这作为像加拿大这样一个面积辽阔的国家来说呢 经济过分依赖一个城市其实是很可怕的 因此说呢 当时的加拿大政府呢 一直就琢磨着呀 要把蒙特利尔的经济啊 分流到其他的几个大城市去 所以说 他一直是加拿大政府长期以来的国策 尤其是这个多伦多呀 加拿大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是想把多伦多 打造成一个加拿大的资本中心和金融中心 除了这个奎独搞事儿 鸡蛋分拦子这两个原因之外 还有第三个原因 就是咱们前面说的50年代开通的那个圣劳伦斯航道嘛 正是这个圣劳伦斯航道 直接宣布了蒙特利尔当年躺着就能吃到每家贸易红利的好日子 是一去不复返了呀 最后还有一个原因了 就是蒙特利尔自己不争气 在1976年干了一件赔本的买卖呀 欠下一屁股债呀 直接把这个蒙特利尔呢 多年移攒的财富毁于一旦 这就是接下来咱们要说的1976年的奥运会 这届奥运会的正式名称是第2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咱们通常管它叫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 而且这也是加拿大唯一一次举办的夏季奥运会 当时蒙特利尔申办这届奥运会的时间是1970年的5月 那个时候正是蒙特利尔的人生巅峰时刻呀 你看呢三年前刚刚举办完六七世博会 这蒙特利尔呢收获了一片国际赞誉呀 这伟大的魁省寂静革命正在进行之中啊 如火如荼的嘛 这高楼大厦是纷纷拔地而起呀 而且那段时期魁省的政治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波澜呢 当时十月危机还没发生嘛 蒙特利尔人民呢 那个时候就觉得前途是一片光明啊 反正我们城市呢是兜里有的是钱的 这时候呢赶紧申办一届奥运会呀 所以说举办奥运会呢肯定会有不少的挑肥了 不过这也很正常了 你想啊你要想臭险别臭嘚瑟那不得花钱吗 就当广告费就行了 而且这钱不白花呀 给咱们城市打广告 这不也是能够吸引更多国际上的投资嘛 而且而且对咱们城市的老百姓来说呢 背有面子呀 而且呢有面子的不仅是蒙特利尔人民呢 这加拿大人民这脸上也有光彩呀 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呀 多好的事啊 有人听到这呢大概会想了 这有什么好犹豫的 这好机会千载难逢呢 都知道啊 这举办奥运会那就是躺着挣大钱呢 您说的这个奥运会挣大钱呢 那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后的事儿 而且也要看情况了 您看这个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 还有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 以及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 据说都是亏了不少钱 还有啊 这届刚过去的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 那日本政府就出现了大规模的亏损了 不过东京这届奥运会呢 之所以出现亏损 那是因为COVID-19大流行期间的 这个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 一般来说呢 举办奥运会啊 只要你管理上到位 确实是可以挣大钱的 你比如说那个1984年 1988年 92年 96年 这四届奥运会 还有那个08年的北京奥运了 那都赚的是盆满钵满的 但是呢 您注意啊 前面说的举办奥运挣大钱 那是在84年之后才开始的 在84年之前呢 举办奥运会呢 并不挣钱 当然又挣钱的了 但是挣的也是只挣一些小钱 大部分奥运会都是亏钱的 尤其是从那个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以来的 到1980年墨斯科奥运会 这连续四届以M大头的奥运会上 你看嘛 这墨西哥 慕尼黑 蒙特利尔 莫斯科 这四座城市的英文名字 头一个字母不都是M吗 所以叫4M奥运会嘛 在这4M奥运会上 就连续发生什么死人啊 赔钱啊 抵制啊 这些事件 其中赔钱最厉害的 就是这个1976年的 加拿大举办的 第二十一届蒙特利尔奥运会 直接吓傻了世界各国人民 你看那个两年之后的 1978年 国际奥委会不是开始投票 选择那个申办 1984年奥运会的候选城市吗 当时申请的城市 可怜巴巴的就只有两个 一个是德黑兰 一个是洛杉矶 而这个德黑兰 后来又因为国内发生了革命 他又撤回了申办 结果洛杉矶在没有任何对手的情况下 轻松获得了 第二十三届奥运会的主办权 所以说你看 蒙特利尔这届奥运会 对后市的恶劣影响有多么的大 不过当时深奥的时候 这个蒙特利尔人民是非常的乐观 没有看到一点点危险 他们就觉得 之前我们城市 有完美举办六七市博会的成功经验 所以说这次也一定不在话下 你看那个蒙特利尔市的市长 让卓博 也跟蒙特利尔的老百姓 信心满满的拍胸脯保证 像男人没法生孩子一样 奥运会也没法亏本 他是这么说的 而且这个让卓博 他不仅忽悠蒙特利尔的老百姓 他在深奥的时候 跟着帮奥委会的官老爷们 也是一通大忽悠 直接给忽悠全了 你看蒙特利尔深奥代表团的一番 深情表白 感动得国际奥委会的成员们 眼泪直流 我们蒙特利尔一定会举办一届最成功 最简朴的奥运会 还要免费招待世界各国的代表团 到我们蒙特利尔来是白吃白住白玩 看到了吧 什么叫嘴炮啊 这就叫嘴炮啊 这叫什么呢 这叫说话云山雾罩 朝三不朝两天上一角 地上一角 想一出事一出 最成功最简朴 结果呢 言犹在耳是啪啪打脸的 等这届奥运会一半完呢 好家伙了 他只说对了一半啊 什么 最成功最简朴 成功倒是很成功啊 至于简朴呢 他倒是也没算他说错啊 只不过就是足语搞错了 蒙特利尔的老百姓们呢 为了给这届奥运会填补亏空擦屁股 是吃康厌菜简朴了三十年呢 所以说你看 这届奥运会让蒙特利尔办的呢 也不知道这个让卓博的嘴是开光的 还是怎么的啊 怕什么来什么 说是无论如何不能亏钱 结果呢 亏出一个世界记录出来 至于到底亏了多少钱呢 那不重要啊 因为说法太多了 可以说呢 我查了几个资料 就有几个数字 非常的不统一啊 咱们就以这个维基百科上说的为准 在维基百科上 它依据的数字是来自于那个牛津奥运会研究报告 这个报告估计啊 1976年的蒙特利尔夏奥会 它最终成本呢 按照2015年美元计算呢 它是达到了61亿美元 实际成本呢 比预算是超支了720% 7倍啊 而且这还是只是计算了这个直接成本 你比如说什么运营支出啊 场馆支出啊 这些直接成本 压根就没有算那些其他的 你像那什么道路修建啊 酒店改造啊 机场升级啊 这些跟举办奥运会没有直接关系的那些 只是为了筹备奥运会而产生的商业投资 这些间接成本都没算呢 反正咱们这么说吧 15天的奥运会 从1976年的7月17日到8月1日嘛 15天 15天的狂欢 让蒙特利尔的纳税人背了30年的债啊 所有的欠债呢 蒙特利尔一直还到了2006年才还清 你就说值不值吧 至于为什么会亏这么多钱呢 还是因为贪腐 据说啊 大部分的成本超支都是由当时一个建筑工会造成的 这个工会头子们呢 其实是想敲诈一下这个蒙特利尔市的市政府 故意挑唆工人们罢工 把这个建筑工地搞得是一片混乱的 最后造成工程的延期和成本的超支 后来呢 这个魁省省长和蒙特利尔市长呢 都出面了 请这位工会的负责人呢 一起去什么豪华酒店度假呀 各种腐败呀 这才最后解决了问题 当然了 前面说的只是一家之言了 其实蒙特利尔奥运会成本超支这事呢 也跟70年代中期的这个经济萧条 物价暴涨有一定关系了 再加上蒙特利尔市政府啊 自己的这个官僚作风以及管理不善了 以此说呢 其实就是他们自己作的 不过呢 咱们要是光从奥运会本身来讲啊 76年奥运会还算比较成功的一届奥运会 虽说当时有很多非洲国家退出嘛 但是非洲国家的退出呢 没有太影响蒙特利尔奥运会的这个质量 所以说也不影响蒙特利尔奥运会的历史成就 这期奥运会实际上是举办的非常成功啊 而且加拿大代表团呢 也在这期奥运会上创造了一个记录啊 不过这个记录很尴尬啊 作为本季奥运会的举办国呀 加拿大呢 最终仅获得了五枚银牌和六枚铜牌的成绩 成为夏季奥运会举办以来有史以来唯一一个没有获得过金牌的东道主 这蒙特利尔搞的 你说他花了这么多钱自己一个金牌没拿到啊 OK时间关系呢 关于这个七六奥运会咱们先说这么多啊 其实关于这季奥运会呢 还有不少好玩的话题了 比如说那几座汇集着美丽和黑幕为一身的这个漂亮的奥运场馆 那也是蒙特利尔市区内的几座美轮美奂的建筑啊 也是您去蒙特利尔旅游的时候必到的旅游景点之一啊 这以后等咱们讲到蒙特利尔旅游话题的时候呢 咱们再说啊 OK不说了啊 说了一下我嘴都瓢了 下集呢咱们开始讲这个蒙特利尔的旅游景点 敬请期待哟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欢迎您动动小手指帮我点个赞啊 油管上的观众朋友们呢 你可以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国内视频平台的观众朋友们呢 你可以试一下长按点赞按钮啊 在B站上这叫做一键三连 在西瓜视频上这叫做强烈推荐啊 那按下去的动画效果是超棒啊 您可一定要试试咯 得嘞咱们下次再见 MING PAO TORONTO